竹北兒童藝術節星際探險奇幻村 邀請到福卡福爾摩沙馬戲團 以星際概念為主題 並且運用水建森林公園地形 造出馬戲探險奇幻村 讓小朋友可以從白天放電到晚上 現場有多舞台的方式來進行 讓我們的小小市民朋友 可以以星際科技的一個形式 來過兒童節 除此之外我們也特別安排了 像是走神還有高空區 以及我們潘樹還有森林繪畫區 就是讓市民朋友到這邊的時候 有一個五個感官的體驗 除了看精彩的表演 也規劃走神 潘樹 高空等 提升專注力以及平衡感的 初級極限運動 小朋友們他們從一開始不會走 然後一直跌倒一直跌倒一直跌倒 然後他們想要嘗試 他們會思考說我們到底要怎麼樣保持平衡 這件事情我覺得是在這個 尋求問題解決的方式 這個非常有創意 我們可以看著有爸媽扶著小朋友 或是小朋友來扶持爸媽這件事情 都是非常有趣的一個交換 所以我們嘗試把這個位置做一個改變 然後讓小朋友去感受一下 怎麼當爸媽去扶持他們的家人 手剛鎖的同時 中途雖然有跌倒 但是就是然後再努力不要氣餒 這樣子精神 覺得還蠻有意義的 鄭朝方上任後規劃一系列主題活動 第一部曲2024竹北登節 第二部曲2024竹北而易節 第三部曲也即將登場 請民眾拭目以待 記者萬事聯採訪報導